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头龙拉在人的肩膀上 气鼓鼓地不说话 蓝望鸡也不去打扰他 专心遇见 不出一个时辰四人就顺利抵达目的地 望线等四人站在山坡下 仰头望着半山腰的七腹星红棺木 足足过了一盏茶的时间 为无限才率先说了话 就是这七个妖怪 为前辈 此处没有恶灵 蓝丝追低头看了看手中指针纹丝不动的风血盘 说道 真的吗 魏无限头也不回 直勾勾地盯着棺木 说道 可是明目失书就是在这里不见的 魏无限说得没错 蓝明目确实是在勘测棺木之时 天降异想而知失踪的 那四个逃回云深不知处的门声祥树 事发经过的时候 他听得很真切 但是待到了此处 四人都发觉此地毫无要挟迹迹象 就连先说蓝旺鸡也感觉不到丝毫妖气 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那七腹棺木彼此之间相继甚远 第一腹距离最后一腹足有上百丈 显得凌乱不堪 不成章法 这也让蓝旺鸡更迷惑 因为他原本以为这七腹棺木会形成某种阵法 用以镇压某种邪灵 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蓝旺鸡摒弃凝神观望一番 正想着从何处下手 就觉着眼前一花 一团小白影一闪而过 随即听到脆声声一声大喊 看见紧接着就是扑得一声闷响 但蓝旺鸡定睛望过去 那小白影又飘了回来 站在了他的身边 就在一个呼吸间 为无限飞出去对着最下方的棺木刺了一剑 而后又飞了回来 不消说小双臂醒不过神来 就连蓝旺鸡也是反应不及 但是这些棺木是碰不得的 那个被闪电击中 而这大火焚身的村民 以及失踪的蓝鸣木 都是因为触碰了棺木而导致的意外 瞬间回过神来的蓝旺鸡 顿时大惊失色 迅即一把暴起魏无限 大喊一声蜕便往后暴退 眨眼间就后退了十数丈 小双臂即刻反应过来 跟着往后同月而起 三人脚还未落地 一道撕裂晴空的闪电就劈了下来 不凭不已恰好落在了魏无限 刚才站立的地方 将地面积的尘土飞扬 留下了一个一尺见方的小坑 难忘机双目一睁 不自觉地搂紧了魏无限 继续往后退了数丈 才心有余计地落了下来 小双臂惊魂未定 又听到魏无限的声音 大妖怪要来了 片刻前还是晴空万里 毫无征兆的一道闪电过后 就陡然间狂风大作 天空中翻起了滚滚乌云 黑压压的一片 朝着头顶就压了过来 令人喘不过气 狂风四孽 吹得蓝忘机等三人站立不稳 只是包括魏无限在内 四人都无暇顾及 而是奇奇地瞪大了双眼 盯着前方 便看到从第四幅棺木处 促然间生腾起一个黑色的龙卷风 从地面直通云霄 呼啸着席卷而来 把锁到之处的碎石 沙土 空木都捡到了半空中 而后又霹雳啪啦甩了出来 就是它 就是它把鸣木诗书吃掉的 蓝湛 打它 魏无限指着龙卷风大喊 那四个门声所说的天降异象 就是这一股突然出现的龙卷风 那龙卷风跟着人赶 四个门声修为上浅 躲闪不及 被卷入风中 蓝鸣木本以为门声会像那些杀石一样被甩出来 但是等了半晌 却不见一个人逃脱 便奋不顾身 迎面冲进了旋风里 将四个门声一个个扔了出来 自己却始终未能脱身 与龙卷风一同消失在山对面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 但是猛然见到这个 完全不应该出现在山中的庞然大物 蓝旺鸣还是觉得很震撼 小双臂也有些呆正 不过他们在进山之前都商量好了对策 这真正遇上了也就一点也不慌乱 而是立刻遇见绕到了龙卷风的后方 龙卷风只会往前走 当然顾不上身后的小双臂 而是像长了眼睛一般 朝着望线二人疯狂地卷了过来 此时的蓝旺鸣也早已遇见飞到了半空中 听到魏无信的指令 他当然不会头脑一热就真的打上去 且不说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即便是真的冲了进去 怕是免不了与蓝明墓同样的命运 被捡到不知名的地方 而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更何况抱着魏无羡 与龙卷风硬碰硬的事情 蓝旺鸣绝既不会做 所以他无视了魏无羡的要求 而是立刻调转了避陈 转身朝山对面飞去 那龙卷风也就不依不饶紧紧跟上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